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妈看着我吐了 就是因为有一个年代 90年代啊 还是录像代的年代 那时候大街小巷 很多饭馆嘛 你坐火车 坐船什么 不晓得为什么 只要有小电视的地方 都在放泰南林克号 他不放电影 起码放音乐 我每回听到那个 我就 哎呀 我不能提这个音乐 我现在受不了 现在想到就太难受 然后那个 至于一千零一夜 是不是到了那天 就讲一千零一夜 这个主意挺好 我也想过 但是我怕我忍不住 就忍不住想在之前讲 因为我很喜欢 很喜欢一千零一夜 这个故事 而且 我怕我这个节目 做不到 那么就 那么得 可能得 赶快看 好像快完蛋了 之前 把这个一千零一夜 给做了才行 一千零一夜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我还记得很多朋友批评我们这个节目 说我们这个节目从洋媚外有自由主义倾向 为什么呢 因为觉得我们老是介绍一些洋鬼子的作品 或者不是洋鬼子吗 亚洲人 非洲人也好 反正中国人的东西谈的少 就算谈到中国人的作品呢 也很少谈到正儿八经的古典 为什么呢 坦白讲不是我从洋媚外 而是因为我不敢讲 因为我要给我们大家在这 讲讲我们中国古典 我凭什么呢 我哪有这个资格呢 那么现在你们这里头 不晓得有多少人 对中国古典比我要熟的太多太多了 是不是 那么可是呢 我记得很有意思 因为之前呢 我曾经给大家讲过六集的心经 那么当然也讲了 六集也只讲了一句话嘛 那么当时讲心经的时候呢 我还记得有人还要批评 说我们还是从洋媚外 我就想奇怪了 讲心经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东西 是不是 至少中国人读这个书 读了一千多年了 难道这也叫从洋媚外吗 原来是这样 他说心经呢 这个佛教啊 还是外来的 印度来的 你为什么不讲讲我们儒家道家呢 对不对 儒家道家才是咱们的东西嘛 那么于是我后来就想了 我得讲讲道家 但是我又看到我们很多观众呢 就说过 就说这个你是不是该讲讲道教 后来我看着看着 我发现原来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啊 道家跟道教啊 仿佛是可以混用的 的确今天道家道教有时候很难分 但其实严格来讲在概念上面 道家跟道教是可以区分开来的 所以我曾经打算今天给大家从道教的角度 一个大家可能不太熟悉的角度来讲道德经 当然就是老子 但是最后我还是放弃了 既然要讲正儿八经 真的我们最远古的东西 那么影响我们中国 甚至整个东亚社会最大的一步典型 那不如就从论语开始讲吧 论语还有什么好谈的呢 大家都听过于丹姐姐讲 对不对 那么我们大家应该都已经十分熟悉了 尤其现在有国学热 那么从08年奥运的时候 孔子都已经登场了 在开幕式是不是 我们还有什么可以讲的呢 关于论语 在我看来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论语是个怎么讲都讲不完的东西 论语甚至其实是我个人最偏好的一本书 我之所以不敢讲 那就是因为过去两千多年来 不止中国 韩国 日本 越南 全世界累积了大量的关于论语的研究 我没办法全部都读 我没办法全部都懂 我没有这个底子 我怎么敢跟大家讲论语呢 但是我还是忍不住 今天就要来跟大家讲讲论语 那么一谈到这种中国的典籍 所谓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 我首先呢 要跟大家从一个态度问题开始说起 我们常常很喜欢说 这都是我们老祖宗的东西 你为什么不重视 说这种话 我其实呢 对于这种讲法呢 是很戒慎的 就是说这是我们老祖宗的东西 就有时候比如说我见到一些德国人说 哥德是我们的文化遗产 或者英国人说 莎士比亚怎么样 我为什么对这种话会觉得得小心讲呢 那是因为首先你要搞清楚 就拿我们中国人来讲 老祖宗 没错 孔子是我们的老祖宗 儒家是我们老祖宗的东西 但是你不能够轻易的就说 这是我们老祖宗的东西 你并不会因为你生在中国 有中国国籍 生下来是个中国人 就天然的能够继承了儒家的东西 你不费一番功夫 你没有努力去看过 你至少没有接触过这些典籍的话 你没有资格说论语是你的遗产 它是一个遗产 到不到你手上 你要付出力气 怎么付出力气 你起码要读吧 对不对 那么既然要读论语 我们马上面对的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呢 那就是这是一个两千多年前的一个本子 一个文本 一个经典 有着当时的时代落映 当时的用语习惯 当时的文字的考量 那么这个东西 我们今天该怎么读呢 我们大部分人都要透过注释来读它 它不是直接跟我们说话 而这些注释呢 零零种种 各家都有 哪一种注释才是对的 才是好的呢 一谈到注释 我们解释这个经典 我们马上面对的问题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我们要解释一部经典 当然要尊重它的原意 要解出这本书到底在说什么 它真实想说的是什么东西 它原来的意思是什么 我们要想办法把它挖掘出来 但是另一方面解释还有另一个面向 那个面向是什么呢 解释总是有个解释的对象 也就是说假如我今天要解释论语 我的任务就是不只要解读出论语的原意 我同时还要对着大家在此时此刻来讲 解释总是面对着一个要听这个解释 读这个解释的对象来说话的 要因实质疑 所谓的因才施教的 是这个意思 那么到底这个问题 会不会因此出现一个矛盾呢 这个矛盾就是说 有时候我们解读了一个原意 这个原意会不会变得 我们会觉得不是我们今天人想听到 或者跟我们今天的人 也许一半毛关系都没有 那该怎么办呢 那么这种问题 其实就在论语本身 就已经仿佛是自觉地考虑过这个问题了 此话怎讲呢 我们看看 孔子自己说过 词 修词的词 文词 任何文本上面的词 最重要的是什么 要答 词答而已 要词答 答是什么呢 要清楚小畅 你说话 写东西 解释一段词 一段文词 最重要是要把它说清楚 那怎么样把它说清楚呢 那首先呢 你解释这个东西呢 你需要有真 真就是要有根据 要有依有本的 有根据的来读它 怎么样有根据呢 你比如说我们看到 孔子自己曾经就在论语里面讲过这么一句话 他说什么呢 他说下理无人言之 岂不足真意 因理无人言之 颂不足真 文献不足顾言 要是足的话 那怎么样呢 那就无人争知 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 夏朝我们知道 孔子在东周嘛 春秋时代 很古远的夏朝 夏朝的礼制礼仪是什么样子呢 我大概能说 他说 可是呢 我没有办法找到证据 不能真 用一些的 采纳 引用一些文献来支持他 为什么不能呢 那是因为 启没有 启是什么启啊 就启人忧天那个启 启人忧天这个启 启的就是启这个国家的人嘛 启这个国家呢 被认为是夏朝的人的后裔 也就是说呢 在孔子那个年代 启国这个国家 找不到 关于夏朝的礼仪的足够的文献 来支持孔子说的话 好 那么殷商呢 商朝又怎么样 商朝的礼仪 孔子说 他也能够讲一些 他也能够说 但是也是不足真 为什么呢 因为殷商的 这个人的后代啊 就是宋国呢 也没有足够的文献 而文献文献 我们今天讲文献 文献这个 献这个字啊 其实最早在当时的意思 指的是什么呢 是闲人 就地方上的一些的长老 一些老人 一些聪明 有智慧 有学问的人 文呢 当然就是文档 没有文书 没有档案 没有一些有知识的 当地人 就没有这些文献 没有这些文献 我对于殷商也好 夏朝也好的礼仪的说法 怎么样能够找到支持呢 孔子也有这个疑惑 可见孔子是很注重 关于怎么样去从文本内部 去解读一个东西的原意的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孔子还很喜欢什么呢 他最有名的东西 就是他教书 他对着学生 你们是看论语就知道 他讲人也好 讲孝也好 讲理也好 他常常是不同的时机 对着不同的人 说不同的话 这怎么回事 也就是说孔子不是一个 现代意义上那种哲学家 喜欢谈一个概念 谈一个词的时候 给他一个很完整的抽象的定义 他喜欢怎么样 是在不同的时机 看着不同的人 因实社交 这么来对你说话 那么同样的诗经 孔子喜欢讲诗经 诗经的解读也是这个样子的 怎么回事呢 我举个例子 他就比如说 诵诗三百 受之以证 就你读了诗三百之后 诗经三百篇 你就可以想想看 去怎么样从证了 因为那个时候从证的人 尤其当外交官 动不动就要读诗 就要朗诵诗经 诗经的诗句是一个外交场合的 标准的词令 然后他说什么呢 你学了诗三百 去从证 让你去耽误正事 当任正事 但是呢 假如你不答 就是引这个诗 引的不答 你读它没读透 没读得通达的话 那就没有用了 没有意思了 他就说不能专队 什么叫专队 就是你用诗经的句子 要有个专门场合 好 问题就来了 诗经原来那些诗句 都是有它原来的意思 我今天拿来 把一个男欢女爱的诗 用在一个外交场合上 这什么意思呢 所以你一定要考虑到 这个场合是什么 你会改变了那个句子 原来的意思 论语里面就有过 这样的一个例子 给我们看看诗经 该怎么解读 你比如说 有一天子贡 大家都晓得 孔子的大弟子 今天听说 有些中国人 把他当财神来拜 因为他是有名的大商人 OK 子贡呢 就去跟孔子说了 他说呢 这个贫而不惨 不惨 贫穷的一个穷的人 他不惨媚 富呢 而不骄 怎么样 夫子你觉得这种状态好不好 有钱人不骄傲 贫穷的人呢 不会老惨着脸 大佬爷赏给我脸吧 不会这个样子 你觉得这个状态好不好 孔子说什么呢 孔子说可以 但是呢 还不如 还不够好 怎么样不够好呢 他说还不够怎么好呢 就是不如 一个贫的人 而乐 这真是所谓 清贫乐道 贫而乐 富而好利 那就更好了 然后呢 子贡听完之后 马上回了一句 是不是就像诗经里面讲的 如切如戳 如拙如磨 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呢 然后孔子就很赞赏 哎呀 可以啊 刺 子贡叫端木刺嘛 刺啊 你可以啊 以后就可以跟你好好谈诗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能够举一反三 读了一点 你就能够自己隐身 子贡引的这个诗句 如切如戳如拙如磨 是出自未封其傲 原来讲的是卫武功 说他呢 虽然是当个王公大王的 但是呢 他每天戒胜景句 很宽心 很宽容的纳贱 那么总是在看自己做得够不够好 所以叫如切如戳如拙如磨 跟这个贫啊 负啊 半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子贡偏偏在这个时候 用了这首诗里面的这句话 来讲贫富问题 那么这么来讲贫富问题 孔子却说不错 这是怎么回事呢 也就是说这种扭曲掉诗的原意的解释 孔子都能够接受 这是为什么 这是因为孔子当然注重 你说话要有根据 你比如说解读论语 这样的古书 你不能够瞎解 完全用现代的角度 但是你也不是不能够引申他的为言大意的 又比如说曾经他又问过子贡 他说你觉得啊 我是不是属于那种博文强记 什么都懂的那种人呢 然后子贡说 是啊老师难道你不是吗 他说不是 他讲了什么呢 他说与一以贯之 我不是那种 秒授草木的名字都要懂的人 我的学问最终要是一以贯之 又比如说他说诗经 是诗三百 一字以弊 是什么呢 诗无邪 这表示说他在讲道理 讲学问的时候 他更加注重的是一个容贯的一个道理 说到这里 就碰到一个中国古典禅数 比如说像论语这样的古典的一个 大的一个冲突了 这个冲突一方面就是汉朝 清朝这种经学家 另一方面是宋朝的这种 新性儒学这种儒学家 他们两边的冲突是什么呢 常常我们今天的看法就是认为 经学家呢 注重的就是一个本子来了 每个字给他做顺骨 每个东西考虑一下 这个话原来什么意思 要很字面的来解读他 那么深怕解错他原意 但是另一面呢 像宋如那样子最极端的 当然是陆向三 他说什么呢 说六经注我 不是我注六经 我是用六经那些古典的话 来表达我的意思 那么这是最极端 就是要表达我的一个 传达的一个概念跟意理 一个哲学的东西 要贯穿在里面 但是这两者真的有那么矛盾吗 那又不一定 你别说我们看孟子 孟子讲诗经 该怎么读的时候 他有句很有名的话 对不对 在万章上里面 他说这个以文害词 那是不对的 就是说以个别的字的解读 你总是那么挑牙签似的 看着一个一个字一个字的意思 结果读不通了整个句的意思 那是不对的 那么以词害义也是不对的 就你如果读诗读的都是一句一句 读不出他诗背后的真正的深寒的 应用在任何场合接行 那种大道理 那种违言大义的话 那也是不行的 那怎么样才行呢 他说以意逆致 以意逆致就是以读者的意思 去揣测作者原来要表达的东西 也就是说那个客观的论语 像论语这样的古书 它里面原来要表达的东西 跟我们今天我们的一种判断 是能够融合起来的 因此我们如果对论语做一些解释 我们固然要尊重 这里面每一句话每一个字 在春秋那个年代原来指的是什么 但是同时我们还要考虑的就是 这个古书怎么样让他对我们现代人说话 他给我们现代人什么教训 给我们现代人什么教义 我们是否能够在里面读出一个大道理 那个道理让我们觉得我们为人处事 是有帮助的呢 这就是一个挑战 这个挑战我们今天试试看 就从论语的第一句话开始跟大家讲 刚刚那一句话 不只是我们中国人 每一个人都知道的一句话 在韩国在日本也都一样 它是每个人都知道一句话 它是我们中国人的遗产 也是我们东亚许多地方的人的共同的遗产 但是就像刚才讲的 一个所谓的遗产 也需要继承遗产的继承人 必须努力地把它继承下来才行 假如今天我们面对这句话 我们该怎么去继承这句话 它的意思 它留给我们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先来说这句话 因为它的头两个字就是学儿 所以论语的这一篇就叫学儿篇 我们知道论语每一篇的篇的名字 其实都是它这个篇的第一句话的头两个字 论语是个语录 大概在孔子死后一百多两百年才逐渐结极成书 里面有孔子自己说的话 有孔子跟弟子们的对话 也有一些是孔子的弟子说的话 比如说学儿篇刚刚我们读过的第一句之后 接下来就是尤子说的话 所以我们要了解 论语它并不单单是孔子的话 而且是以孔门弟子为代表的一派原始儒家 他们的思想的精华 那你就要想想看了 这在孔子去世之后一百多两百年 那么这些弟子们 他们要想着要编辑他们先师的话 编辑他们的祖师爷的话 以及一些伟大的其他的同盟的 当时的跟随孔子的那些闲人的话 他们能不小心谨慎吗 他们能够随便乱来吗 因此就碰到一个问题了 到底论语这些不同的篇章 他们的组合 是不是一个随便的组合呢 有的人认为是 但是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另一派的看法 我认为这里面应该是有逻辑的 它不可能是随便瞎凑合的 它不可能是每一篇 甚至是每一段话里面 都是随便组织的 它应该背后有一个意思在里头 是使得它首尾相惯的 因此为什么是以学儿篇当成整部论语的第一篇 又为什么是以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话 那一句话作为全部论语的第一句话呢 它就不是随便乱来的 它是有个意思在里面 中国历来的很多的注视家都注意到这一点 所以他们说要读懂论语 要认识儒家 要为学为人 首先要注意的就是刚才我们读的那一句话 而那一句话 我记得我小时候啊 因为我小时候在台湾上学 我们学校里面是要我们所有人背论语的 那个时候教书呢 就基本上教得挺糊涂 就对着小学生中学生吧 大概就随便点 所以整句话呢 我们就读来读去也都搞不懂 背起来就觉得这句话解释莫名其妙 学而实习之不亦乐乎 我们那时候学到解释 学到东西啊 好好实实的温习它复习它 那不是很快乐吗 你这样想看 我们小学生初中生 那难受死了 你学了东西还得老复习 这怎么会快乐呢 有鹏之远方来啊 哥们大老远的来看你 你不亦乐乎吧 这个字这边不亦的 这个乐啊 请注意 其实是应该读乐 不要读乐啊 那么很多人呢 就就觉得 哎 这好像也有点道理 但是这句话是什么 就放在这什么意思呢 接下来更奇怪 人家都不知道你是谁 不晓得你多少斤两 你还不生气 哎呦 那你不就是君子了吗 你看 这前后三段串起来 有意思吗 没有意思 你觉得它简直是瞎臭 原来这就是 中国最伟大的经典 论语的开篇的最重要的第一句话 居然是这个样子 那你想想看这本书 还有什么好看 还有什么好读呢 所以我们小时候 如果大家都跟我一样 有类似的经验的话 你今天就要好好 从头仔细再看这句话 让我们先来解决 这句话的第一个字 学 到底什么叫做学 在孔子那里 在原始儒家那里 学指的是什么学呢 我们还知道 孔子有另一句话 他说呢 学而不思 则枉 思而不学 则待 意思就是 你学 但是你不思考 不用自己的脑子 去思考的话 那就是迷茫的 很迷茫的 但是如果你自己一个人 瞎想 而不肯学 那确实很危险的一件事 日本江户时期的大儒学家 伊藤仁哉呢 他训这句话的意思 就是说呢 学是什么呢 学指的意思就是 基于古训 是之学 就你学习古人的种种的教训 这古人甚至包括 自己的家长的教训 叫做学 求于己心 为之思 就是学到的东西 拿到回心里面 仔细思量 这叫做思 那么当代的日本的思想家 子安宣邦解读这句 伊藤仁哉这句话的时候 就把它扩充 用现代人的话讲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所有人 一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没有人是不学的 一个婴儿 一个娃娃 他也得学 他学什么呢 他要学懂去接受 这个他必须接受的 围绕着他的周遭世界 这个周遭世界里面 有很多的 很实际的状况 一个小孩子必须学懂 比如说现代小孩子 你过马路要看红绿灯 你要看看两边有没有车 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学了 然后到了 慢慢你长大 整个过程里面 社会人际关系越来越复杂 你要学很多做人处事的道理 这个世界上面 有很多需要你有生存智慧 来适应他 来处理他的东西 你要学 你不学这些东西的话 那你完全没有自己的思考 的话会怎么样呢 会迷茫的 你看不透这个世界 所以你还是要有思考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如果光是 顺应着这个世界的要求 你接受周边的 这零零种种所有的规则 但是你不经过自己的大脑 去反省 这到底是为什么 为什么我要这么做 为什么我要服从那样的指令 你不经过一番自己的思考 你对这个世界 到底是什么样的本质 这个世界是什么 你不会看得清的 你像瞎子一样 但是假如你什么都不学 你根本没办法自立起来 所以子安宣邦说 学跟思是一个人 达向自立的 通达向自立的 一个很重要的途径 而说到自立 那就要说到 儒家里面讲学的时候的 另外一个关键语句了 那叫什么呢 孔子说 古之学者为己 经之学者为人 古时候那些人很不错 为什么 他们做学问是为了自己 学是为了自己 今天那些人就不行了 学东西全是为了他人 这话听起来很奇怪 孔子怎么好像鼓励我们 自私自立呢 学习怎么能只是为自己 难道不要为社会 为国家做贡献吗 我们要搞清楚 这所谓的为己之学 跟为人之学的意思在哪里 这个为人之学 其实我们大伙天天都在干 就比方说 如果你刚刚结束了高考 你考试 你学习一切 你就是为了要考试 能够考上大学的话 你学这些东西 是为了应付一个专门的场合 人家的需要 或者一个工作的需要 而去学 这种学就叫为人之学 孔子把它说成甚至叫做小人之学 这小人不是指你是卑鄙小人 我们不可能所有高考生都是卑鄙小人 他指的这个小人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你气量太小 但是真正的大人是怎么样 就君子 他不气 君子不会只做 只学一种专门特定用途的学问 比如说孔子有个学生就跟他学 老师你能教我种地吗 我不会种地 你能够跟我 教教我怎么样种菜田吗 我也不如那些菜农 然后那个学生出去之后 这个孔子就说 你看这是小人 小人不是说瞧不起这个学生 而说你想学的 都是特定于一个场合 一种需要的学问 这不是孔子关心的学 孔子关心的学是什么 是真正为了自己 而这个自己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牵涉到儒家怎么理解自己跟自我 儒家讲的自我跟自己 跟我们现代人被西化影响的 这种观念下的自己和自我不一样 他不是孤立的 他不是一个原子化的 一个一个人分立的状态 儒家讲的这个我 他从来就离不开其他人 他是一个社会上的一个存在 一个小孩生下来 这个世界上 他就必须接受一个现实 就是他有爸爸妈妈 也许有兄弟姐妹 有很多的亲戚 他逐渐长大 他发现这个世界上 还有很多人会跟他发生关系 比如说他的同学 他的邻居 他的朋友 国家 社会 种种人 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面 都离不开其他人 没有一个人是孤岛 儒家的自我的观念 是这样的一个观念 而一个为了自己的学问 如果你真的为自己 你应该体认到 我的存在 这个我是离不开所有这么多人的 所以我要追求我的完善 我这个为己之学 要把自己推到最高境界 让自己达到一个最完好的状态的话 这整个状态里面就包含着 我是要一步一步的扩大自我 要跟周边世界发生关系 甚至要改变周边世界的 这种学问叫什么学问呢 这种为己之学 那就是成己达人 我成就了我自己 成就到最高点的时候 我就也帮助了其他人 去成就他们自己 我的人生目标跟终点 总是联系其他人的 这就是大学八条目里面那个意思 对不对 格物 自知 诚意 振兴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这八个步骤 从围观到宏观 从小到大 从低到高 它是贯穿起来的 于是透过这样的一个终身的学习 一个人他的自我终于不断扩大 最后怎么样呢 他能够进己性的时候 就能够进物性 就像中庸讲的 进物性进到极处的时候 连这个人啊 到了一个地步 连人跟物理世界的界限都能打穿 到了一个地步的时候怎么样呢 那就与天地参 人到了这样的一个境界 那是什么样的境界 那就是圣人的境界 所以一个人追求的是 这么不断完善成为圣人的一个状态 走上去 他这个为才是真正的为了自己的学问 好了 所以 论语的第一句话的第一个字 这个学 为什么摆在第一句 因为他对整个儒家来讲太重要 你要来学儒家吗 你就要知道 儒家今天要交给你的学 是什么样的学 他不是让你升官发财的学问 他不是让你当一个乖乖的顺民的学问 他是要你做一个完美的人 而这样一个完美的人 他不断地修行自己 不断地学习 改善自己 让自己达到刚才我说那样的境界 以那样的境界为目标 那样的目标太难了是不是 但是他又不难 欲人治 私人治疑 那么要达到这样的目标 你必须要习 这个习呢 从朱熹开始 我们就常常把它当成是什么呢 就学而实习之 这个实习 我们连起来就是实实温习 但是这是一个宋朝的人的理解 你要是按照回东周的时候 起码春秋那个年代 实作为一个壮实 不是有没有实实的意思 你看整本论语里面 这个实都没这个意思 这个实是什么意思呢 它的意思指的是 一个恰当的一定的时机 也就是你学到的东西 要在一定的恰当的时机 要去习 那怎么样叫做习呢 这个习指的意思 还不只是温习 当然很多人也会从温习的角度去讲 也有人认为这个习呢 是一种实践 一种实习嘛 practice英文讲的实践出来 你学这样的学问就要实践它 但是呢在我看来 你说它是温习也好 你说它是实践也好 我不认为像许多的专家 所讲的那样子 是必然矛盾的 为什么呢 因为刚才我们已经讲了 儒家讲的这个学问 不是一个书面上的 书呆子的字面上那种学问 它是一种做人的学问 而做人的学问 这种学问 它总是要实践的 而每一次实践其实就是温习 比如说你学理 你怎么去学理呢 你就必须要到一些场合 那些场合讲究的理是怎么样 对人该用什么态度 你就要去实践 而这个实践 每一次实践 其实就是一个温习 所以朱熹呢 虽然把这个习训为温习 但是你看朱熹在这个张峻里面 他有解释 他就说到 这个习啊 有时就像鸟学飞一样 这个鸟学飞 小鸟学飞 他会越学越好 而其实每一次他学飞 不就是一次对于飞的这种能力的一个实践吗 所以哪怕是温习 哪怕是实习 他们在这个意义上都是不矛盾的 于是我们就明白第一句话的意思了 第一句的第一小节的意思 你有这样的想要成几达人的学问 这个学问促使你不断完善自己 而完善自己到了最终阶段 就是要治国平天下 希望天下苍生都能够平安 美人安居乐业 希望所有这个社会 这个国家是公平的 是正义的 人民老百姓的生活是幸福的 是有秩序的 大家安安稳稳的 一个君子应该以这样的天下 为他终极的目标 而你能够有这样的机会 这个时啊 有这样的恰当的时机 能够实践这样的报复 实践这样的学问出来 这样子是不是不亦乐乎啊 那简直是太快乐了 因为这就是你的目标 你达成这样的目标 难道他不快乐吗 那么今天我们这句话 先解到这里 下一集我再跟大家解完 后面的两部分 不经过一番努力 一番奋斗 我们实在没有资格说 论语 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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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对我来说 之后还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